那这样就是还有一个环节呢就是在我们开场的时候呢我们要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一起来打打歌加加油和助助力啊对对对对对 你在这个环节你首先会想到的是谁呢 姚琛 因为之前他老在就是推歌打歌然后要他也会联系你吗就是直接不打招呼就给我打电话了就是玩突袭你知道吗 然后呢我本来今天想说那我就突袭一下他吧但是我想着说要是一会打电话没有人接多么的尴尬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给我还是联系了一下还是提前说了一声对所以我现在但是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爱就是你要把你的歌接通之后什么话都别说直接唱前半句让他来接下半句 你觉得他能接上吗你觉得他能接上吗只说打电话然后没有说唱歌是吧我就跟他说我一会有个有个采访啊要给你打我给你打电话哈 然后刚刚过来了嘛我还没看手机我不知道他回来不知道他有没有回或者说我一会打电话他会不会接 就完全就是突然袭击哈对对对对第二个就比较简单了爱我你就夸夸我让他来夸一夸你就可以了 OK那那那那应该应该他应该是夸得出口的来那我们就开始了来来来来对 对哦没有回我微信此时此刻哎姚琛在干啥呢 会不会接呢如果不接我很怕他会不会在飞机上是吧 如果不接整段就不接的话我就给他那个拉黑 发个语音啊发个语音然后让他什么时候回 完了我看这情况还真的不接了 哥倒是挺嗨的估计这个在爬火山吧 他不是在啊他今天有节目吗 他也有节目啊不知道 我是真实的给他发了个微信啊然后他还没回我 嗯因为比较临时嘛对真的是没有提前准备 然后是没有提前沟通 也许在人情角落中 接下一句歌词 如果你看到的话啊如果你接不住的话发语音 夸我至少 十句吧 差不多啊 嗯摇撑摇撑速速回电是吗 看了微信赶紧回我我很尴尬 好那我们就等他吧然后就是节目当中随时 对他有时候回我的我就随时然后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 到底能不能够接汉成功了这个也是个悬念哈 嗯